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 写书已经出了信 要保良局事件 要详细交报告 针对每一个事项 我们都努力了他要提供的资料 查出究竟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看到的 其实今次事件 正正反映了我们用了新的巡查办法 相信你都有留意 那个警察委员会提了31项的建议 其中一项就是我们写处巡查的办法 要全面改善 今次就用了新的办法 所以由写处去看白露电视的片段 就发现有问题 要这个机构去跟进 但譬如看回今次香港来说 真是负责一些幼儿住宿服务的院舍 其实两间 两间都出了事 其实你自己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呢 是否整体业界可能都有轻视到 或者政府当初在新改 即改善之前都轻视了这个问题 主要提供应幼儿 尤其是零到三岁的服务 这两间是最大的院舍来的 如果你看回我们在检讨报告里面 那31项建议 其实就是针对我们觉得 在婴幼儿的住宿服务方面的不足之处 看到几大点 一个就是资源 我们都看到大家对于资源的需求 为什么资源就是人手的比例 要再加强呢 主要是去到现今的社会 仍然去到院舍住的小孩子 我们发现原本这些小孩子 以前都是大多数 一些比较一般的小朋友来的 但现在我们看回一些实质的数据 就差不多有三四成的小朋友 其实他有特殊需要的 即是说人手配置 你就要加强 以及要引入多些护士 甚至我们有另一个服务 就是学前到校的康复服务 当中就有物理治疗师 治疗治疗师 言语治疗师 这些我们都会引进 希望减轻到幼儿工作者的工作量 也都为小朋友提供更适切的服务 的确现在根据你的建议 人手是增加到比例 是跟特殊儿童住宿服务差不多 但是报告没有写到期限 其实最迟什么时候提高呢 是不是应该急不用门呢 那报告提了三十一个建议 有些建议我们已经落实了 譬如那个巡查办法改了 我们都会尽快去落实 有一个叫服务质素小组 即是找一些独立人士 包括太平紳士 去做更加多的突击的检查 那些我们会尽快落实的 要改变 就是增加人手比例 是牵涉一些资源的 这些我们会尽快去争取 希望资源有一度位 就可以落实了 但是期间 其实这两间机构 都已经动用了 它自己本身的资源 就将它人手比例提升了 即是无论是去同学居 还是保良局 它们都用自己的资源 因为它始终都是整部剥款的机构 它都有这样的资源 就已经在这个短期 就加大了人手的比例 那希望到我们中期 资源到位的时候 就可以涵接了 其实是不是政府都评估过 如果不增加资源 即提高这些幼儿工作人员的人工 其实根本就吸引不了人入行 就达致到建议 所谓提高的人手比例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是两个层面 如果你说幼儿工作者的薪筹 其实现在都是 2017年左右 其实都提升了 这是一个层面 我们现在说增加 就是人手比例 即是现在原本 一比六点二左右 就提升到一比四点五 所以幼儿工作者的比例 会多了 除此之外 就是护士的人手 社工的人手 都会加强 以及会增加多一个 即是 那个就叫幼儿照顾员 因为你都见到 如果幼儿工作者 它又要负责 喂食 换片 洗澡 它又要照顾其他方面 似乎都挺势力的 所以如果引进了一些 叫做幼儿照顾员 就将一些 最基本的生活所需 即是它吃饭 换片 洗澡 就给一些 不是幼儿工作者去做 让幼儿工作者 可以专心做好 照顾它的工作 但既然如果 譬如幼儿工作员的人工 不能够调整 暂时听你说的时候 看回同乐居 他们之前的 独立调查 那个的报告 其实都有一些员工 是反映 就是说 根本请不到人 请都请不到 那如果 人工不调整的时候 你怎样去确保 就算 譬如说 你真是增加资源 去请多些人 真是有多些人入行呢 我们用整不扶款的制度 所以计整不扶款的资源 我们都可以计级 你有多少人 估计的新级表是多少 但实际上 机构要请人的时候 它有弹性 即是它可以因应 老公市场的状况 它做一些调整 是可以的 这一刻 的确我们去 都明白 它们的机构 都请人不容易 但另一方面 都要肯定 其实都很多 幼儿工作者 都密密加运 都要为小朋友 付出很多爱心 他的努力 所以这一大批 努力帮小朋友的人 应该得到我们的肯定 和支持 是很重要的 就是 刚才你说到 因为怎么都要请多些人 就算你不调整人工 那个资源 你们评估最快 什么时候到位 还有刚才就是说过 如果真的去到一比四 四点几个人的时候 最迟什么时候 做到呢 正如我先前所说 其实它现在 两间机构 都已经用自己 现有的资源 加大了 人手比例 政府的工作 我们始终 资源分配 有一个程序 都有一个时间表 那里就用后 我们完成了 资源分配之后 希望中期可以到位 所以这个目的 整体就是 随着资源的增加 令到它整个人手配置 大家的时间可以多一些 就可以更加 适切地去帮小朋友 现在两个机构 已经是达到 新的人手比例 门栏了 它自己用自己的资源 因为它们都意识到 是有个问题在 要解决的 所以它已经调背了 自己现有资源 去处理短期的 人手方面的需求 怎样可以令到 大家做事做得舒服些 没有那么多问题出现 刚才你也说过 报告就是说 有一个叫幼儿的 照顾助理 那个其实是否需要注册 因为一幼儿工作完 就要注册 这个需要注册 如果不用注册 又担不担心 那个监管上面 会有些漏洞 那个不需要注册 那个真是做一些 很基础的工作 就是真的 你可以说参照 病房 病房都有最基层的帮手 目的是减轻病房 护士的工作量 让他专心可以做 他专业的工作 其实这里 换转回看 在幼儿的住宿服务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希望那些幼儿的工作者 可以专心做回他 接受个专业培份的工作 将一些最基础的东西 就等另一个职位去做 虽然他不用注册 但是他都受到监管 就是他都要看他 是否符合我们 保护儿童的需要 基础也都要 就他工作 和他工作的成效 作出监管和指导 但是譬如说 这些批人 连起来 譬如幼儿工作员 其实他们现在 需要不需要上课 去学一些相关 就是防止虐待儿童的知识 和需要不需要定期培训 这方面好像 又未见有一个 很具体的指引出了来 在两方面 譬如幼儿工作者 在报告里面都有讲到 现在都开始做功夫 就是提醒那些训练机构 要加一些更多 保护儿童的元素 在他们课程里面 这个就是在上楼 到他进了来工作之后 其实每一个机构 都要有守质 要提醒员工 他如何保护儿童 这个都是守质 但怎样将它落实工作当中 这个就是在日常当中 我们都会时时提醒这些机构 那如果助理呢 助理完刚才你说 都不用注册 那可能 虽然他是做一些很简单的 就是换片 餵食 那些等等 但是都不排除 可能真的 好像同乐居事件 有些人说 因为太辛苦 或者可能粗脑对待了 那怎样去确保他们 不会出现这些事 那机构的守质 一定是适用于 譬如将来 我们新設的 幼儿的照顾员里面 所以他都要遵循一些守质 但大家都要想到 加上这个新的职级 即是将幼儿的工作 把它分开了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让一部人去做了 那他专心做好 他的餵食 换片 洗澡 幼儿工作者 做其他工作 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更专注 做好自己的工作 另外一个的建议 就是说 去加装一些闭路电视 就可以多些去监察到 有没有一些不当的行为 其实现在 就是几间机构 是不是都已经加齐了 还是还是 撑一些地方未加齐 其实全部都安装了 我们除了这两间机构之外 另外还有八间 因为不只是针对 普通的小朋友的 一些有特殊需要的 幼儿的住宿地方 都会安装了闭路电视 目的就是希望在符合私隐的状况下 就给一个很 我觉得挺有效的 监管的办法 好似今次 譬如保联局 都是当局 巡查一些闭路电视 就去找到 但是譬如说 无论是机构 还是政府 其实他要去巡视那些片 都可以说是很海量的 一天都要看 有没有一个 我见过报告里面 有没有定名 至少要看多少 你觉得需要不需要定名 现在的报告的确实是 建议就是 每一个机构 他安装了闭路电视之后 他都有一套办法 就是由谁去看 怎样抽 抽多少 这个是有一个定下来的 这个社署和其他人会谈的 但是有限于 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社署都会探讨一下 在设计的 具体安排 是否有 需要定一个最低的要求 就是你要看多少 这个我们会适时去探讨一下 另一个 就是我们都要用好科技 因为你都说得对 其实他24小时运作 所以科技 我们现在写書 其实已经找了一间大学 就帮忙用他的一些技术 看看可不可以用好那个 闭路电视的片段 更容易找到一些 大家担忧的地方 现在其实 已经在同乐居 正在试用 好啊 暂时和你谈到这么多 张快再说 欢迎回来 《讲清讲楚》 继续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孙玉涵谈谈一下 局长上一节 我们就说回那些药宜事件 刚才说到 那个闭路电视的问题 有一个建议 就说 既然这么难 就是要抽查 也有时间抽查 有没有考虑过实时监测呢 实时监测 都是要平衡的 因为你的闭路电视 无论装置和运作 都是要符合私隐的要求 所以我们 似乎就未必可以完全实时的 但是不如我们就用好一些 怎样看片 用好科技 确保我们可以将一些 有问题的地方 尽快可以及早识别 及早介入 好 有管也都要有情 才可以令到整个措施有成效 我见到报告里面都建议 就是针对一些表现不达标的机构 其实就要设置一个监察期 如果在监察期里面都改善不到 那就可能去减少他的资助 甚至不让他继续参与 监察期应该是长还是短 才能收效呢 如果有监察期 一定不会长 背景就是 现在我们写書 和服务机构签的协议书 有些是没有期限的 但如果有监察期 例如我们来看同乐居为例 我们就会定监察 定一年的 就是一年的监察期 希望在一年之内 看一看 有没有达到我们要求的水平 如果不达标 我们怎样可以再跟进下一步 怎会是一年 有些人说 同乐居这件事 可能外界都 比较同意一个严重的事 为什么是一年不是半年 更加显示了当局的 严重的态度 协议书 其实原本 以前是一个 没有特别期限的 一年期 你都要给时间机构去做功夫 因为他有很多 改善的地方 他也有很多 资料提供给我们 所以一年 其实我们觉得 是一个合适的时段 让我们去做一个判断 他是不是达到协议书下 我们要求去做的功夫 有没有 如果是这样说 以后如果发生一些很严重的事 是不是最长的参考 应该都是 监察期应该是一年 没有定局的 今次我们有一个新的措施 所以你都要看看 如何用好这个措施 所以我们定了 就定用一年期做监察期 试一试这个措施 但是这个措施 没有说你最短是多少 所以我都不排除 如果有些特殊的情况下 需要再短一点 当然是可以这样处理 但是这一刻 我们觉得一年期 都是一个适合的期限 外界都会有些疑问 就是同学居住的事件 其实都很严重 但是最终都可以 由一个监察期 被他改过 会不会担心 可能不能够 以警校友呢 为什么不直接 不让他去继续运作呢 是不是真的没有其他机构 可以接手呢 这是一个现实 大家要面对 同学居事件发生之后 整个保护儿童会 其实社署已经停了他们 去镜头新的服务 所有的新服务 他暂时都不能镜头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他的整笔编款 都有一个扣减的 这是两个 我们觉得要作出清晰的 你可以说是一个情处 长远算 你看到我们都有提 我们都要增加这些 幼儿缩位的设备 当你的缩位够多 引进了新的机构的话 将来我们希望 不要再发生事件 但如果万一万一 再见到一些 我们不想见到的事件的话 整个系统的 容量是大了 整个系统可以处理 这些危机的能力会再加强 到时我们可以更加用好 我们现有手头上的一些措施 明白 接着的话题 除了同乐居事件 其实都有另外两个事件 其实社会都很关注的 包括MIRROR演唱会 有个大型屏幕掉下来 亦都有一个安达神道 的天秤倒下来 一些严重的事故出现了 我觉得都很关注 特别是MIRROR事件 其实有些伤及家属都问 政府其实调查 到九月尾都未能够预期搞得定 那究竟最新的进展是怎样呢 就这个MIRROR演唱会事件 其实是三方面做调查的 一个就是我负责这边的 就是关于劳工 有关职安建的调查 也都包括了究竟这些 武道员的身份 究竟是雇员 还是截股身份 这是我们处理的 第二 警方有个调查 有没有人犯了罪 第三就是康民处 他们在看整个舞台的 设计安全 三方面 三组调查 我们 我可以说 还未完全完成 但真的到尾声 我们希望尽最大的努力 完成 要妥善完成所有的调查 尽快向公众有一个交代 家属可能都会想问 究竟中间的困难在哪里呢 因为譬如说MIRROR事件 可能它是 说的是到现在可能 两个多月 都差不多 两个多月了 有没有可不可以分解困难在哪里呢 大家都可以想象的 这是一个很罕见的事故来的 所以当中牵涉的复杂性 我们要掌握的证据 当你掌握了所有东西之后 你都要确定 在法律上 你有一个依规 你都觉得肯定 才可以出来跟公众说 我们政府的结论 下部的行动 所以希望大家 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我们已经所有部门 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日以计计 希望完成到这个调查的工作 有没有可能十月 都会有一个消息可以公布到 正如我所说 其实已经去到尾声了 我们都尽最大的努力 希望尽快 安达神道那方面 那个发生近一点 那个进展又是怎样呢 去到中间还是尾声 那个可能是比较中段一点 因为始终都发生了三个星期 多一点 但我们都全力以赴去做功夫 有关涉嫌的大盘 他们的暂时停工通知书 仍然有效的 无论是针对安达神道的地盘 还有余下有九个地盘 都是由他去承办 有天程的项目 那些天程的运作 仍然是要暂时停工的 但其实他们曾经是 申请过想去复工的 即是局方都是不给 原因是发现 他真的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出现了 还是怎样呢 你当我们发出了 暂时停工通知书之后 如果你要求复工 你要令到我们完全信服 无论在工作的方法 和所有设计方面 都是完全安全的 我们才会取消那个通知书 所以这是一个程序来的 都有个时间 相信大家都要安全 一定是第一的了 就一定我们完全觉得妥当 我们才会取消这个 暂时停工通知书 今次事件也引发大家 对于职安建的罚则上面 是否应该罚重一点 政府现在是正在接触 但是看到在那个 重案委员会 最近立法会那里 就议员之交一些争拗 也都有议员 拉队离场 觉得讨论不够公平 你自己怎么看 是否担心会不会越谈越久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致的共识 就是说要增加职关键的罚则 当然有些细节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这里我都想讲一讲 其实两方面 三方面就是预防巡查 和罚则的提升 罚则的提升 我们已经是通过条例去做的了 预防方面 其实我们和建造界 都很多功夫在一起做的 包括和这个建造业议会 他们有一个叫做角色与责任 就是他们英文叫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这些我们都很支持的 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合作 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就是提前预防 另一个就是 建筑工程的安全设计 他们叫做Design for Safety 这些我们都是合作在做的 所以希望在最上游 做好的预防安全 但是无论你做多少预防都好 懲罚那裡都是要在 要加大 那才可以两者之间 互相可以配合 令到大家都做好这个工作 就是你都乐观的 对于可以尽快去審议好 我有信心的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议员 都关心这件事 不过在審议的过程 正如任何条例都一样的 大家都是想做好一个審议的工作 还有不够两分钟时间 就是在现在这个審议的过程里面 针对建造业工人 他们可能工伤之后 可能有一些严重的受伤 现在就有一个新的计划 政府就是一个服康的计划 可以给他们去合资格的话 去一些私家医院那里去看 暂时多不多工人去参加这个计划 我们觉得反应都预期当中的 九月二十三日开始启动 去到九月二十九日 都未够一星期的 我们已经在工商那些 给我们的资料里面 找到四十五个 我们觉得符合的 打了电话找了他们 当中有十五个已经愿意接受 有六个工友已经提了医生 所以见到快的 所以我都借这个机会 如果遇到工商的意外 工商的建造界工友 真是要考虑参与这个计划 因为计划的目的就是 帮他们尽快可以复原 令到他们尽快可以复工 他们可能会关心 就是是不是什么都包 如果到时我做服康的时候 突然要做手术 是不是都会包了全废呢 如果手术他回医院局 如果他需要做手术 这就不会 我们不会挑选他的 挑选就是说 其实他们可以在通过看医生 有职业治疗、物理治疗 或者照MR、照CT片 再加上个案经理帮他 可以尽快复原 这个是非常好的计划 当中有中大医院的 专业的意见提给我们 这个就涉及到一些 公帑的运用 有些人都会说 如果是工商 应该是雇主的责任来的 復康 为什么政府又会下水呢 是不是会不会令到 雇主可能会更加懒呢 如果现在有工商的工友 去看医生 都是去医管局的地方去看医生 在法例下 雇主就是每天他要给300元 最多要给300元 所以工商復康 其实完全参照这个做法 工友只是给回公营医院的价钱 而雇主就要按法例 给回300元 但是目的就是希望政府 投入资源 就令到工友的工商 復康过程里面 得到最好的关切 好 时间足够了 多谢你上来讲清讲座 下次再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